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听了解到 2021年我省环境空气质量首次达到国家标准 创历史最好水平 PM2.5平均浓度同比改善10.3% 优良天数达321天 较2015年增加47天 记者今天从省文旅厅获悉 我省十四五期间将重点推出30部左右 思想精深 艺术精湛 制作精良的舞台艺术作品 重点培训150名编剧 导演等骨干人才和艺术院团领导干部 重点推出50件左右优秀主题性美术作品 沈阳市今天发布2022年成建计划 今年 沈阳将具体实施442项工程 启动中关村科创基地等片区更新 实施475个老旧小区 200条背街小巷改造 建设1000个口袋公园等 今天 省森房指办公室 省应急厅等五部门 联合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跨区域应急机动能力演练 本次演练共调集19支省级森房应急机动队伍 三支省级直属森房综合救援队伍 检验各成员单位间协同联动能力 和森林消防队伍的应急反应跨区域机动能力 本台综合报道